下流关理想气体的平均动能跟温度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两容器内分装理想气体互相接触热是平均动能大到平均动能小 同学 平均动能其实就是跟温度成正比 温度高 动能大 温度低 动能小 所以热传导都是高温传向低温 高温传向低温 所以A对 B 零度C的平均动能为零 看起来是不是对的 不行 我们的单位是要带K 凯示温标 我写的不是OK哦 是零K C 10K的理想气体温度比零度C有更高的动能 零度C是273K 当然是273K高 所以这是比较低才对 Z 理想气体最低有-1000 没有 最低就是-273.15度C 1 理想气体温度高必定有较大的胃能 不对 是动能 理想气体分子间是没有任何胃能的 正确的选A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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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